我要来入宿 四主将爱犬送到宠物旅馆住宿 但要入馆前必须先消毒 先把酒精做消毒 确认过狗狗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 接着把他的行李打开 不管是坐垫 玩具 还是松背带 都要喷过酒精消毒 四六碗消毒过后再用清水洗一遍 最后把狗狗带去洗澡 全身干净溜溜以后才能进入住宿区 像我们住宿的狗狗 我们就会先直接带他们去洗澡 确保说狗狗进到住宿区是干净的 进来的时候都要消毒 去擦拭他们的四肢 就连带出去散步都不敢马虎 回来一定清洁消毒 但如果在家中 该怎么做到毛小孩清洁防疫 其实可以这样做 这是脚背的地方 会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病人的地方 先用专用湿纸巾擦拭四肢 随后用宠物专用的消毒喷雾 针对常接触外在环境的部位喷洒 最后再带回家洗澡 至于脸皮的部分 有些他们会担心 他可能会因为去闻东西 像那个香港的狗狗一样 会在脸皮部带有病毒 其实可以喷在自己的手上 稍微搓一搓之后 就是在他的这个面部的地方 稍微这样子搓一搓 像一般大家走很清楚的 像酒精 它其实就可以有达到部分抑制 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效果 只是因为酒精 它可能有一些刺鼻味 但我们可能就不那么建议长期使用 不少毛小孩对四主而言 都是家庭最重要的成员 尽管国外爆出宠物 也可能感染新冠肺炎 但要保持距离实在太难 四主可以替家里爱犬 确实消毒杜绝病毒感染 在陈子帆访问我这台报道